茶王已去 炒出6500万天价普尔的金融茶 能走多远 54岁云南茶王 大义茶掌门人 金融茶教父吴远之 在这个冬天突然离世 12月20日晚 大义茶TTA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大义集团董事长 总裁吴远之 在旅居加拿大期间突发脑溢血 经抢救无效去世 大义集团已成立特别委员会 全面负责大义集团运营管理工作 目前 大义集团生产 经营 决策等各项工作均正常进行 稳定开展 它曾是流洋海外的金融精英 于危难之际接手濒临破产的蒙海茶厂 将其一手打造成现代化工业化的茶企龙头 并逐步发展成世界第四大茶业公司 中国首区一指的茶企 随着茶价暴涨 金融茶期货市场上做空的商家血本无辜 一时间普尔茶市场也出现了暴危现象 目前在大义行情网上 2000年的班章珍藏清柄 显示价格为292万元 皮 较年内最高点下跌了11.52% 一款2003年的班章六星孔雀清柄 显示价格为455万元 皮 较年内高点下跌了27.2% 2008年 大义茶先后组织了大义天下马邦西藏行 我的长征 祖国不会忘记三大电视公益活动 并取得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广告投放权 在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蒋宝双律师看来 炒茶圈发展出的期货市场 只要有货单 就可以找茶客缴纳定金 但不做实际交易 等茶叶价格攀升后 由上一个茶客再卖给下一个茶客 如此循环往复 疾苦传花 如此一来 导致普尔期货单交易量异常活跃的同时 普尔茶的价格也飞涨 于是又被形象的称为金融茶